我們要延續剛才的話題講到如今石斑魚遭到中國暫停輸入 面臨到產銷方面的壓力 很多民眾紛紛說想要去買石斑力挺國貨 但是想要買國貨其實荷包也要夠深才行 因為石斑魚的價格真的有點貴 而且不只石斑魚其他魚種像虱目魚或者是白帶魚的價格 都還在漲價 虱目魚價格甚至來到每台金70塊 寫下新稿 精挑細選 滿滿魚貨 琳瑯滿目 但民眾卻迟迟不敢下手 因為看看這價格讓人卻步 有民眾近日在美式賣場發現 轉為內銷的台灣龍虎斑魚 每包一公斤售價799元 換算下來每台金就要480元 實地走訪一趟魚市場 賣菜民眾全都大探 真的好貴 石斑可能也是算高檔魚嘛 也是貴一點嘛 養殖石斑類的 一定會 今年一定會苦哈哈 沒有什麼利潤 被中國禁止的石斑 過去價格最高峰 每台金4到500元 現在目前平均價格160元 石斑禁令牽涉政治層面 政府將出手10億 補助台灣石斑養殖業者 但國內價格還沒壓下來 想挺國貨 恐怕荷包還得夠深 生木魚要比較貴一點 什麼都長了 現在什麼都長 民眾抱怨不只石斑魚 其他魚類也是買不下手 以石木魚來說 過去每台金約30元 但去年底石木魚價回升 每台金來到45元 今年3月每台金漲到60元 現在更來到70元的歷史高點 白大魚也很強壽 2020年單日平均價格 還寫下每公斤280元紀錄 而現在在施厚漁港 整條白帶魚一條就要5600元 就怕這些魚類成為中國 下一個開刀的對象 價格波動不論是漁民或是國人 都難以承受得起 記者葉之雄張晨諺 台北採訪報導